Angela Bobby升格当妈妈后 把重心放到了拍戏上 之前拍完一部《创业时代》后 再度成为新剧《欲望之城》的女主角 虽然悬角过程风波不断 换角传闻不断 但随着日前剧组拍机 传言不攻自破 开机当天 传闻不想跟Baby合作 而此演的吴秀波 亲自否认传闻并澄清 并且表示能和Baby 人众等人一起合作拍戏非常开心 表示非常期待拍摄时光 不过虽然嘴上表示期待 现场却被摄影师捕捉到 他和Baby全程几乎没有互动 两人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除此之外 Baby的演技一直被观众诟病 这次进新剧组更是被摄影师捕捉到 他一人带六个助理 有人拿外套 有人拿水瓶 还有其他四人各自有任务 阵仗超大 拍档吴秀波之前 没和Baby合作拍过戏 见到这样的阵仗简直吓到 笑问其中一个助理 你们是来代骂的 似乎对这样的排场很不解 其实吴秀波这是小剑多怪了 毕竟Baby排场大 身边不缺助理 也是一直有的事 此前也是多次被媒体捕捉到 他出行的大排场 出席商业活动 百时未保安前后簇拥 也是常有的事 不过这次Baby和男主角 吴秀波的排场 比起来确实显得有点夸张 这部《欲望之城》 从悬角开始就不被看好 再加上Baby这些年 也没几部演技 好到能为自己证明的影视作品 希望这次他能好好用功一把 别再辜负观众的期待了 感谢观看